第十三題 乘上題此時要如何調整校準螺絲 才能讓天平重新歸零 他上一題是說 把物體跟方法都拿下來之後 他發現了指針朝左偏 上面天平的指針朝上 向左邊就表示呢 左邊呢是比較重的 所以他左邊比較重 A這邊呢會比較重 B這邊呢會比較輕 然後我們曉得我們的校準螺絲呢 如果呢向那條 是會變輕的 所以呢A呢應該要向那條 他也是所謂的向右移 他才會使他的重變輕 然後達到平衡 或者呢是把B呢 也是向右移 這樣的話讓他變重 也可以達到平衡 所以是A也要向右移 B也要向右移 最後呢我們就可以知道呢 我們的答案呢 應該選的是B 所以第十三題問我們說 要如何調整校準螺絲 才能讓天平重新歸零 我們答案呢選的是B A螺絲保持固定 B螺絲向右移 其實我們不用這樣仔細分析 我們也知道答案是B 原因是因為 我們不會一次同時動兩個螺絲 我們一定是 A固定調整B 或者是B固定調整A 如果A固定調整B 調到最後還是不行的時候 我們再回來調整A 所以他不會一次調整兩個螺絲 所以呢 A選項C選項 C選項 都要一次調整兩個螺絲 這不是正確的操作方式 所以就不要選他 因此我們就知道答案是B 所以第十三題 我們答案選的是B B 谢谢大家